大家好我是万语中欢迎收听 我说哪里了 我们今天讲的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要找个非常严重的医师来聊一聊 我们的爱家眼世光医学 跟眼科不太一样 眼世光医学 包括很多了很多项 最重要的包括什么 眼科跟世光学 眼科医学跟世光学结合的一个新的品种 眼科跟世光学什么叫世光学 世光学就是主要是在镜片矫正方面 镜片矫正 也就是说传统眼镜 我们只是为了矫正我们看不清楚 比如我有一点闪光跟近视 但现在的光学能够代替部分医学的功能 就是在预防小朋友的近视度数变化上 产生一定的角色 像小朋友就变成老朋友了 老朋友还是有其他可以用的地方 现在除了矫正你的视力之外 它还有一个所谓的眼光 是眼光医学的生物在里面 比如像我这种眼镜 如果经过你们如果是你们去调会调成什么 要看你的生活需求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说运动 那所以它事实上有变色的镜片 出去打球的时候 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这个变色 对 那其实现在就是说运动型的镜片 它还有各式各样 看你是什么运动的 对 比如说打高尔夫的 那它还有这种 因为我们还有老话的问题 还有那种不同焦点 焦距 对 去让你看得比较清楚 有好几个焦距点 对 对 看下看上 对 很麻烦 就是科技在进步 对 眼镜也在进步中 对 我们 iPlus 爱家眼识光医学的技术长 也是桃园医院的院长 梁志凯 梁医师 你小时候眼睛好不好 我还好 三四百度 那你为什么选眼科 三四百个要选眼科 深受其害 就是刚好幸运考到眼科 只能这么说 因为我们考 我们住院医师要到 就是专科的时候 必须要选 那我就必须去考试 眼科是你的 有没有谈first priority 眼科当时不好考 就是幸运考上 是这样子 对对对 最难考的是眼科吗 这几年是这样 因为近视率高 生意比较好 所以这几年 这个患者太多了 所以眼科现在变成热门科 是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 对 现在这个 你看我们有个数字 什么讲 小学生大概45.23% 中学生73.11% 然后高中生81.9% 对 天呐 这个数字高中生以后81年级 10个人就有8个 对 另外两个又不太上课 对 或是他不会近视 我们国内的统计 基本上小一就差不多20了 20% 你是 你是五年级生吗 对不对 六年级 1961 1972 1972 对 你民国61年 对 我刚以为你民国51年 民国61年 1972 对 1972你们那时候 像我们小时候 近视也还好 我是1957的 我大你很多 对 大你14岁 是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 也近视也多不多了 已经 其实我念小学的时候 感觉不太多 我自己大概是五六年级 你是你是哪里 台北 台北 台北人 对 念台北 我们是男部小孩 男部小孩真的比较少 好像 对 当时是这样 但现在也不一样 所以你们的 我看一下你们资料 现在还是其实做户外活动 会帮助自己的眼睛 那差很多 没错 这我觉得很压抑 比如说我们的 因为我主要是做近视 近视门诊 事实上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族群 在控制上面来说 不管我们有什么方法 那如果说他就是一般的学校上课 他不特别注意自己的 这种 比如说运动的习惯 那么他度数上的那个变化 虽然我们是可以控制住没有错 但是控制也有程度好或程度不好 当然 程度好跟程度不好 基本上就跟父母亲有关 父母亲如果度数不深 他就控制的不错 父母亲身就控制的不好 先天的 对 但是另外一群人 如果他有加上自己的运动 这群人就不一样 这群人表现特别好 眼睛比较有氧 还是怎么样 我们认知是就是说 我们眼睛在专注用眼的时候 他的压力是特别大 因为其实有两个主要条件 一个叫做长时间 一个叫近距离 但是你运动的时候 基本上他不会近距离 因为你没有办法盯着东西看 所以只要乒乒乓球不是就钉 乒乓球是让你没有办法盯着球看的 没办法盯着球看的 没办法盯着球看的 对对对 所以任何运动 比如说像我们那里 你是泳队的也好 跳体操的也行 只要他有在固定运动的 那一群人都控制的特别好 不管他父母亲的度数怎么样 我有一个问题 我打高尔夫球 那球盯着看 打出去之后 我的飞闻正眼 我的球飞很远 眼睛跟刺激有时候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刚刚讲这个户外活动多的话 小孩子眼睛比较不容易 竟是加深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这个我还听 我有时候跟羊 跟光线自然光线有关系 对没有 这个是这个当然户外光线 日照 这个都是国际上的研究 认为说每天要日照两个钟头 也比较好睡 对 那个身体也好 但事实上临床上 我们看到控制的结果 会很明显知道 有一群人他就特别理想 所以其实我们都鼓励 所有的家长或者小朋友 要有除了学校之外 还要有自己的运动习惯 所以我说现在学校 就是叫什么 深深有平板 斑斑有冷气 甚至每个孩子都有平板电脑 就是教育上的一个好心 就没有想到 有可能爱之助于害之 还斑斑冷冷气 你小时候没有斑斑冷气 当然没有 为什么 我到新天南部还有 我今天睡觉还不能吹冷气 我老婆要吹冷气 这就是对 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就 我一吹冷气我就睡不好 对 就是说那个调节 对我喜欢晚上睡完 就起来有汗 从小就学习 你现在吹冷气已经习惯了吗 跟家人住就没办法了 太太对不对 对对对 那小孩也是你要不开冷气 他们会叫 现在深深有平板 斑斑有冷气 这样其实爱之助于害子 就温室嘛 给他们 你们有反应吗 你们眼科技 医生们开始跟教育部 反应就算是一个德政的 但是现在说是 六月开始热到十一月 学生上课是非常痛苦 对对对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问题 其实像现在科学压力的问题 那学校实际上很多 教学已经改了吗 因为疫情关系 远距教学 电子教学 都是麻烦 都是对眼镜版 对对对 电子白板 投影机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们在国外参加这种conference 有没有想说 人类的眼睛 其实是会越来越 三西式的各个方面来讲 会越来越有问题 一定会的 因为事实上 我们常跟患者说 或是常去演讲的时候讲 就是事实上 我们眼睛的发展 跟演化有关 对 因为我们原本 眼睛的设计是看圆的 就像说我们以前要打猎 要跟踪 对 所以事实上 眼睛在看圆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调节 我们讲那个调节力 就是在指 它近距离的时候 需要特别做工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有一种技术 只要近来往我远了看 然后看绿的 对 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 如果你让它适应那个环境 它就往那边发展 但现代的生活 把小朋友的环境 变成都是近距离为主 所以小孩子应该 下午两点多 阳光好一点 拍成一拍 在户外望远方看 对 要运动 其实不用那么呆板 就去运动就行 我开玩笑 对 好不好 医生 我开玩笑可以吗 不要太严肃可以吗 OK 不真谢谢你来告诉我们 怎么尝试 所以现在有很多 安清班的孩子 而是雷区 就从学校玩之后 马上安清班 又要看东西 又要看东西 对不对 有很多精神 很多就是又去上安清班 又阅读干嘛的 又不活动 结果变成 对 他们就是被安排好了 但是所有的活动 跟近距离的活动 都比较有关 所以换言之 我们所知的就是说 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大 对 台湾现在儿童近视也非常严重 对 你看这比例上是几乎有一半 到高中几乎是 高中是八成八成五 对 现在还讲说巷战 然后以后台湾有问题 还要巷战 巷战根本眼 刚刚看不见 那乱党 怎么办 对 所以 眼睛变成国防问题 国安问题 就是算是全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严重的 公卫问题 公卫问题 公卫是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我们 这个梁志凯院长 跟我们研究 我们对这次 我们就先谈儿童的问题 以后再往上涨 可以 没问题 去涨 OK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 我们iPlus 爱家眼世光医学技术长 也是桃源院的院长 梁志凯 梁医师 我们来给他讨点便宜 他有一些尝试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孩子 台湾孩子 现在小学生有40%几的比例 近视眼 国中生的话 已经到70几 高中生81% 那真的很可怕 而且在现在这种三七时代 教育部还要求说 希望能够深深有平板 然后斑斑 有冷气 这是个衣袖 另外一个衣袖 孩子现在户外活动若太少 对眼睛也不好 还有个问题 现在在我们那一代开始 到你们这一代 我四年级生 你六年级生 往下台湾父母得重金 时间的蛮多 所以还会有遗传的问题 当然 没错 对不对 像你是四五百度 对 夫人是九百多度 是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戴不戴眼镜 他戴影戏眼镜 我戴眼镜 那还是看得很清楚 是 OK 所以你们有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对 一个上高中 对 高要升高三了 一个要升高一 国三升高一 他们都有先天性的精神验吗 近视其实无法避免 因为你必须学习 不是 我是说他们是有先天性 现在有先天性 遗传一定战役部分 主要是后天 学习就会造成 对 所以他们两个都有近视 但都不神 比我还浅 比如说他们两个 现在近视大概就两三百 所以你小时候就有 就是爱无及无 我就有意识的 做医生的 去调整他们 但他还是有近视眼 当然 就在台湾这种学习环境 或全世界学习环境 还有三些产品 这种情况之下 是避免不了 对 无可避免 所以基本上近视眼 算是眼睛疾病来讲 在现在教育 跟环境之下 基本上是避不了 对 几乎啊 几乎避不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认为 那些不近视的人 他大部分是没有 那个近视的基因的 就是有些人 他是不会近视的 他怎么弄他都不近视 但是多数的人 刚刚讲 因为要适应环境 所以事实上变近视 才是正常的 对 因为你能说眼睛 在以前所谓的 农业社会都是望远 对 现在会越来越靠近 也就是创造这个环境 他就往近视发展 但是核心问题是 有一件关键 常跟家长讲 就是说 因为小朋友近视之后 他会有一个问题是 他每年会增加100度 加到15岁 就是身高1左右 所以如果你太小就近视 比如说小一就近视 你不去控制他 他就八九百1000去了 那我们现在知道 超过600眼睛变形的量太大 他会容易病变 像飞纹症 视网膜玻璃 黄斑病变 这些都会造成眼睛的问题 对 我的有一个剧团的团长 就是视网膜破裂 很辛苦 对很辛苦 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 他大概900度的近视炎 对 所以他视网膜这些 所有团队 9度近视炎 都赶快去检查 所以只要眼睛有散光 干嘛 赶快去看 或者平常 要训练什么 那我有一个执行长 也去检查 就破一点点 赶快就去雷射 去处理 把它封住就安全了 对 所以真的眼睛是 眼睛基本上到了一个岁数 一年几乎要 两年会要检查孩子吧 大概40岁以上 大概可以 像我们这种快70 那就半年吧 不要笑 不要年龄歧视 我自己也需要了 对 我觉得蛮重要 我觉得蛮重要 还是享受孩子 我们今天先讲孩子 所以孩子预防 我们讲说预防 预防跟矫正 对儿童来讲 你会变成一个普通常识 跟预防医学一样 对 几乎 小学的老师 或学校老师 应该开始有这个概念了 你觉得现在学校老师 师生 有没有对这个国小国中 尤其是高中化 真的已经快成型了 对 八九百度化 真的是很多了 那国小还来得及 去做预防跟矫正吗 对 国中呢 国中 国中其实 我的看法是 国中倒是还好 实际上比较重要的是 小学之前跟小学 这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 其实更重要 小学之前跟小学 对 我们先讲这个好不好 OK 因为孩子还是未来主人公 虽然大家都不太生 但是还是很重要 对 就是 国小之前跟国小 本身 对 这段时间比较重要 大部分小孩子得近视眼 差不多几岁就开始 因为现在很多小孩生下就滑滑 然后不要吵了 帮个屏幕 孩子在吵 对 就是说应该像讲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出发近视的那个比例不断的在增加 而且像一般我们都以小一来看了 因为刚提到的如果会造成高度数的话 通常就是小一小二这个时候出现的是最严重 因为同学效应吗 上课 上课 然后而且大家不知道 3C不能这么早用 对 小孩子会同学效应 大家互相看 对 所以 不很多人平均小孩子有 手机那是10岁左右 我们希望再晚一点 比如说像我家小孩 都是生国中才有 有没有革命过 孩子有没有给你革命 就孩子就说全班都有 就他没有 那你怎么 没办法 你爸妈是眼科医生 所以你不能有 不然就招牌就炸了 自己的自己医学的这个专业来讲说 孩子爸爸是眼科医生 我们要以身做贼 没错 医生做贼 对 以身做贼 对没错 孩子还听你的 那时候还听 现在就 对对对对 你卫生纸给一下爸爸 OK 所以国小一年级开始要特别注意 孩子开始有近视的征兆 很容易看出来吗 对不对 其实看不出来 不是没眼睛啊 或者是 那个就完了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有一个概念 现在比较流行的概念叫做远式储备 远式储备就好像银行存款一样 你这存款用完就又近视了 那简单理解如果我们用模型来讲的话 他意思就是说他眼睛的长度比较短 长度是哪里到哪里长度 就是前后镜的长度 当他前后镜长度比较短的时候 对焦的时候要加个凸透镜 他事实上代表就是眼睛没有发展完成 这就叫做远式储备 近视就是眼睛太长 他这个眼轴发育过度 所以对焦要加凹透镜 所以事实上远式储备代表就是眼睛没有发展完成 那么如果眼睛没有发展完成 他就不可能发展过度 所以换言之你远式储备多 而且留的够久 你近视的风险就会往后移 所以小孩子现在学校规定 孩子在就学期之前 就小学就学之前 有开始做教育部或者是 私立检查 有私立检查 可以看出来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说这个长度 对对对 现在我们都可以做得到了 也就是说 是国家委托的你们吗 还是每个小孩都要做入学之前 学校他只负责私立检查 但是现在很多家长他有个概念 就是说他不是等到发单子才来 OK 他其实四岁五岁 可以比四岁他们就会来了 现在观念比较好 所以小孩子 有些父母比较预防性 比较强 预防医学概念有的 对 就他们可能会在四五岁的时候 就去里面研科 对 或者是很多阳科都做这个事情吗 对 四岁就可以检查 就可以检查 对 发觉他所谓的眼球跟底部 比较远的时候 就开始要做所谓预防医学的预防 对对 他分两阶段 一个是说如果你还蛮多的 那你就好好注意你的用影习惯 三细让他少一点 运动多一点 这个远世就会聊得比较久 距离是够长的 对 但有人天生过短 对不对 不是 他其实应该是说 他比较短一点点 那如果是比接近正常 或是比较长 你就要小心了 接近正常 对 就是说他现在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现在很多 我们刚刚提到四岁理论上 他应该发育还没有完成 所以他应该是远世的 但有很多 他其实已经没有远世了 已经缩短了 对 他就是发育过快了 发育过快的下一步 其实就往进尸走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这时候就要提醒他说 你可能第一个追踪要比较密集 第二个 比如说像很多人 疫情期间关在家里 三系用太多 那三系就从中收起来 有时候会改善 现在最常用你们的预防方式 就是用镜片吗 没有 事实上他还是分几个阶段 如果说出发开始 一般来说可以用散动剂 散动剂还是比较简单 好 马上回来 如果小孩子 你有预防医学的概念的话 四五岁就开始应该到眼科去 在入小学之前 就应该去做检查 如果所谓的 对 这个原始太少了 对 或者是开始出现假性近视 那我们就开始点药去预防 就开始做预防测试 预防测试好几种方法 预防 还不到治疗 就是预防 其实预防跟治疗差不多 因为它都是 预防跟矫正 矫正的话是到后面 后面 我们先讲预防 对对对 他计时比较多才是讲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大家好 我是万一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 我们今天说马举 说眼睛 小学生的眼睛 现在百分之一半 几乎都要 都会有近视炎 是 国中七十几 高中八十几 对 而且深度近视炎越来越高 因为山西 会有时代的变化 等等 或不爱户外运动 等等等等 对 都有这状况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爱家掩饰光医学的 陶渊院院长 也是技术长 梁志凯 梁医师 我们刚讲了 小学生 其实如果你有小朋友 那些孩子也比较少 好好注意他们 否则以后长大 深度近视炎 现在有很多问题 都是随我们玻璃 就几乎 我看一个报道 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就 真的会 一个玻璃 两个玻璃 这不好的话 这会变瞎 虾 真的是对这世界 太可惜了 当然 对他自己也很可惜 讲回来 就说 现在小孩子 差不多四岁的时候 可以带到眼科去看 去做视力测验 对不对 如果这个距离 你先讲这个距离 很专业 就是眼睛的长度 叫眼睛长度 对 我们叫眼肘长 眼肘长 不管 一春查得出来吗 所以眼肘长比较短的 对 或者是 比较短才是正常 就像他年纪小 身高矮 才是正常的 所以事实上 他应该有对应的一个长度 就是他不能过长 不能太快就长到 就是我们讲说 没有读书或是开始往近视发展 近视发展就是变长 对他就是要变长了 而且会越来越长 近视发展就这两个 对他会变长 OK 这时候就需要预防 当然 因为越长之后 刚刚提到的 是我们容易破洞 就容易剥离 正常的情况下 他不容易 撑开了 还像气球吹场一样 类似这个概念 刚有点confused OK了解 OK 但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要去检查 对对对 摸出来 OK 好 这个时候发觉到了 就开始要进入预防医学 就要对孩子来 开始做一些预防的方式 第一个说 要最简单点散筒 还是点散筒 对 因为散筒 它会抑制这个眼睛的 本身外壳的一个变化 所以它变化会减缓 我常开玩笑 散筒剂吗 对散筒剂 以前检查眼睛都要用散筒剂吗 对但它有干扰你 度数变化的作用 因为家长都会问说 什么假性近视 真的近视 我都常讲说 这个好像去结婚 你前面要谈恋爱 有个酝酿期 你酝酿期越多干扰 他结婚就会往后延 所以换言之 它要变成真的近视 变得比较严重 需要矫正戴眼镜 这个时候就会往后延 矫正在这里吧 先做预防 对对对 轻微的就是先用散筒剂 对你可以把这个过程延缓 散筒剂小孩都会不舒服 因为我们点完散筒剂的时候就看点模糊糊的 它有轻的跟重的 那点小孩子是轻的 要看程度 如果说你太小 近视太深 还是给重的 散筒剂的效果是有用的 这个我们当然相信医生 而且我相信医生一定是善意 而且真是看 如果孩子开始要点散筒剂的时候 孩子会不会抵抗散筒剂 有的会 那怎么劝孩子 看家长 建议家长怎么做 我们小时候最强我妈没有那个 我妈哭什么不说不打一顿就是舒服 有的可以这样 不过大部分的情况 一般来讲应该这么理解 就是说因为散筒剂你可以看到进步 比如说他近视还在刚开始酝酿 刚才酝酿起的时候 他事实上这时候度数会有一些变化的 比如说200多 200 150 有时候点药的时候他会回到 比如说50度75度100度 他会看的比较清楚 对因为小孩子会眨眼睛 然后干嘛就开始好像有点这个现象 对对对对 他会改善 那这样家长有信心 小孩也有信心 就跟孩子讲说 你点这个眼睛会很好 会会改善 四五岁还真的听不太懂 是可以了可以 现在可以 要很耐心很耐心 可以可以 他们都可以 我就要编一些新的童话故事 不能再什么大野狼狱小红猫 哦 新的童话故事 新的卡通 马上还知道说眼睛好 其实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件事情 对对对对 看伟中哥有没有 我小时候就看那个孙小毛的 孙小毛 不能听他 是是是 必坏 对对对 好 OK 所以散通剂是等于是一种 对 再来呢 如果再严重点或是什么 你不是以严重来分 对 也就是说程度严重的话 要不然就刚刚提到 要强的散通了 好 那现在比较多的 就刚刚提到 世光学的部分 就是包括眼镜类的 或是是隐形眼镜类的 他具有度数控制的效果 管控的效果 就比较浓的散通剂 对这是一种方式 或者是你让他戴眼镜 或是隐形眼镜 那么他度数也会减缓 那么就达到我们 就是说让他不要太深的目标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 本来每年会加100度 那么你只要适当的管控 他大概可以控制在50度之内 每年 那么将来就可以达到 我们的目标 对 大概能够控制在500度 600度之内 就可以避免恶化 所以我常常跟患者讲 就是我会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过程 好像小朋友 其实就好像 他去搭一台近视的火车 好 这台火车预定的速度 对 是一年100的 那么你火车头上面 有一些有效的刹车 这个刹车 你要选对刹车 而且长期的去使用 那么这台火车 即便 虽然他无法下车 但这个火车会减速 你最终就能达到控制的目标 了解 点扇通 新的扇通 或重扇通 否则就是要戴镜片 跟隐形眼镜 对 这还是在预防的阶段 对不对 这个已经到矫正的阶段了 对 预防的阶段 大概初期 就是看你自己的用眼习惯 跟轻的扇通用一用 OK 对 后面大概就是需要矫正 就是戴镜片 或者是戴隐形眼镜的镜片 或者是戴眼镜 对 眼镜当然比较简单了 当然眼线光学比较进步 是 对 当然就是也是 眼镜就比较简单 大家尝试比较丰富了 就燕光啊 等等等等 选择比较好的晶片 等等等等 但是可以降低 往深度近视去走的方向 没错 关键就是 而且眼镜也比较轻了 也被把孩子鼻子压的 一塌糊涂等等 对 那有的排斥 因为我们台湾的概念上 小朋友就不喜欢戴眼镜 当然都不喜欢戴眼镜 我深受其害 每个人都 对 很麻烦 抗拒 对 那戴精神眼镜 当然就进步一点 手续也比较麻烦 是 有常用性的 也有这种可刨施 有很多种方式 对不对 那一开始 还有什么方法 就在这个 已经知道近视的 这个初期的时候 还没什么别的方法 其实一般来说 大概我们能够了解到的 大概 应该说 我们在使用上来说 最普遍的 其实关键是 说服患者 好好使用药物 好 那 其实你愿意点药 他都真的都有用 对 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 没有口吃型的 没有 目前都没有 他现在 他大部分都是点了 他后面就不点 他就没有控制 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像坊间可能说 我去吃一些什么 吃胡萝卜 吃什么 可能对眼睛的健康有帮助 但实际上 目前所有的东西 饮食上面来说 对近视控制 没有很大的帮忙 你点了扇筒 整个整天都是 有点糊 对 那是强扇筒 所以出门要戴太阳眼镜 因为不然会伤眼 因为紫外星会进到眼睛 但扇筒不会 但扇筒不太会 但是白天也要 点的时间是20小时吗 强扇筒 让你瞳孔放大的时间 事实上超过48个钟头 所以事实上 你只要用的强扇筒 出去都是胃光 一定要防晒 OK 清扇筒 对 淡扇筒就不太会 因为它瞳孔不太放大 但相对上 它控制力也弱 所以它时间多长 淡扇筒又分 比如说最短效的 可能就是6个钟头 8个钟头 对 就是白天可能要点两三次 没有 都是睡前一次就好 但是 睡前点一次 对 都是睡前点 因为才不会影响到白天 那另外还有稀释型 现在还有流行 稀释型 就浓度降低 也不太会卫光 但刚刚讲控制力弱 所以一般稀释型 就要可能搭配眼镜了 它是一种搭配的 现在都是搭配的疗法 OK 那后面就变成矫正 戴眼镜或者戴 戴心眼镜 对 大概就两个 但你刚刚讲说 你现在这个年纪 你还戴那种所谓的 塑形镜 对 需要什么 角膜塑形镜 这是国外的主流 但台湾基本上来说 还是分成两个部分 以腰为主 跟隐形眼镜 塑形镜 这叫塑形镜 塑形镜为主 那因为国外它其实 因为外国人 他们比较怕紫外线 那因为我们给强散 就会造成紫外线过量的问题 所以国外国际上 一般来说 是以塑形镜为主 那塑形镜它本身 它有比较麻烦的地方 包括义务感的问题 你就是塑形眼镜 对 我戴的就是 就是晚上戴 对 然后还要清洁 如果你这是隐形眼镜 清洁保障不当会感染 所以它有感染的风险 所以换言之 它要能够进到这个程度 它大部分前面 它要能 比如说我们控制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觉得它真的有需要 或是患者能够配合去使用隐形眼镜 我们才会进到这个阶段 好 休想麻烦 大家好 我是万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iPlus 爱家掩饰光医学的技术长 梁志凯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听众朋友 不管有孩子或者有孙子 其实近视野已经非常严重 然后真的到 到了六七百度以上 成年之后 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视网膜剥离 这是个大问题 您夫人就九百度 对 所以她非常小心 有定期检查 要检查眼底 对 要检查眼底 她半年检查一次 一年一年 一年一次 对 一年就可以了 对 我们真的听到好几个朋友 这样的状况 是要特别小心 尤其高度近视野的 对 然后我们今天比较 足重儿童的预防跟矫正 这个近视野 对 一开始的话 在四岁开始 就要去看眼科医生 对 或者到了小学 真的上了小学之后 可能就有点晚 是 然后当然可以 可以有用脸散瞳这种方式 另外真的到一个阶段 可能就要戴眼镜 跟戴隐形眼镜 真的就开始让她 往深度近视的速度要减缓 对 但是你是不赞成雷射的吧 当然孩子还不能雷射吗 雷射要18岁以上 但18岁以上 你比较不赞成吗 在你的 在你 你眼科每个人方式不一样 对 我个人还是看 因为我们其实 各方是都有它的优缺点 所以还是看个人的需求 比如说像我们的小朋友 控制长大了 他有时候他不考虑雷射的 所以我们也有缩眼镜的孩子 跟我一样 缩心眼镜 对 晚上 他大学继续戴 戴到成年继续戴 但有的也嫌麻烦 但接近远射的时候就挑回来了 没有 他不会挑回来 他只是 他只是控制住 而且你晚上戴白天 不用戴眼镜 衣袭眼镜 OK 但是是暂时性 就你每天必须戴才能维持效果 对 那有些嫌麻烦 就会考虑雷射 所以还是看他自己的选择 现在小孩子到了一个阶段 几岁可以开始戴这种 这种所调整性的 卫生署是合准9岁 9岁 对 所以事实上9岁以上 我们才会建议 就他比较能够处理自己 戴这个的安全 卫生 没错 那不过家长 现在家长参与也蛮高 有些是家长都帮忙处理 OK 9岁以后可以戴这种矫正型的 这也是 你说这在国外是主流 国外是主流 对 那就是晚上戴 对 他现在分两个形式 他越来越厉害 他就压迫你的 他会调整你的 就是角膜的形态 对 弧度 所以你白天就看得到了 同时他会产生一个光学效果 度数不动 不容易增加 我们以前要去作用 现在是用光学引导 所以刚刚讲 世光为什么跟医学结合 就是光学会引导眼睛的发展 让他眼睛稳定 那刚刚讲的厉害是说 他现在这个控制的能力 现在已经被抽出来 放到有日抛的隐形眼睛 就是我们一般 大家在带着日抛 他里面加个离胶环 带着这个日抛隐形眼睛 他也不容易增加 那你就不用洗了 因为他被日抛了 对 每天可以丢掉 对 所以他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应用 这个叫做矫正型的 叫什么 硬式的我们就把它叫做 角膜塑形镜 一般叫OK镜 OK 对 因为它是英文的缩写 OK镜 配什么 配那个角膜塑形镜 就是OK OK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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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概念的时候 好像就是那个带进去 就是会压迫一下 对 他中央会压迫 他旁边会凸起来 对 所以他会产生一种控制 晚上让他被塑形之后 白天就等于没有近视眼一样 对 近视眼就暂时就没有了 然后晚上 就晚上带 那现在有可抛式的了 对 现在把它改成抛弃式的 你就不用洗了 那所以 9岁的孩子又开始 可以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了 可以 现在蛮多 因为现在重视运动的人 我觉得也有变多 所以他们有这个概念的话 他们就会考虑 游泳可以带吗 白天的不行 晚上的可以 因为白天隐形眼镜不能带去游 对 你说晚上就是矫正型的 对 矫正型的 矫正型的 早上就都好的 就不需要带那个游泳 对 所以泳队的很多 踢球的 跳舞的很多 以碎眼镜为止 跟度数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太深的不可能 太深的比较困难 大概 400度 对 400度 像我太太900度就非常困难了 你400度之后 你现在晚上带 对 那你白天现在完全没有精神 我都不需要带眼镜或隐形眼镜 几度 现在就没有度数 完全没有度数 对 1.0 我可以 对 从早撑到晚 现在顺眼镜的技术就可以做到这样 真的 就让你好像没近视这样 可是闪光那些没办法 也可以降低 降低 对 所以很多孩子 他戴眼镜戴久了 那如果他能接受戴顺眼镜 他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可以摆脱眼镜 对 而且 而且不会压鼻子 像我们这种眼 有人戴在这边会压鼻子 对不对 你都不会当客人 当客人说没有看不出来 我视频蛮好 我觉得蛮明显的 OK 所以这个 这个现在 你说 在台湾 现在有没有变主流 还没有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差不多 他的麻烦就是晚上戴会睡觉不舒服 也不会 其实睡觉就睡着了 其实麻烦是前面 适应的过程 适应过程困难 多久 大概都要花个一两个礼拜 所以是感觉有点东西 异物在眼睛 对 而且会害怕 小孩会害怕 为什么会害怕 你要塞个东西到眼睛里不容易 不是大动眼睛 那个带紧心眼睛 稍微感觉有异物存在 异物感蛮重的 对 真的 对 来带一带看看 要有心理准备 你们白老鼠有老了白老鼠 我就是啊 我就 你还好了 OK 可是这个是对近视了 对远视是没有这种 所以 国外有台湾没有 这另外一个艺术 也是有这样子的 对 国外的设计很多种 不老了看不清楚是好事 人生不要看太清楚 我现在也同意 对 好了 好 我们梁志凯 现在已经到智慧的阶段 有了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你现在对这种儿童小孩子来讲 比较鼓励的一种方式 是 因为他们生活便利性比我们以前点药 或是带眼镜高很多 所以 我觉得还是看孩子他的生活形态 如果他生活形态 是比较运动型的 我们也鼓励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运动型对肚子控制也比较好 所以他如果能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他还是必须非常注意 因为他是有风险的 所以风险意思一定要有 风险是什么 比如说他还是他不清洁 不好好照顾 怕感染 对 或者说他就不回诊了 很多人就是嫌麻烦 他也不回诊 有些人可泡是在眼镜里面 好几天不拆下来 对 日泡变周泡 周泡变月泡 那真是很多细菌 那个会很容易发炎 所以对孩子来讲 你觉得什么星座人比较适合带 星座我没有人家 开玩笑 因为有些人孩子真的比较自律 对 他自己会很重视 有些孩子就比较带这种 这种所调正性的这种 对 可以使他又无所谓 对 父母亲要稍微盯一下 我是觉得家长 当然孩子是重点 但是家长也要稍微盯一下 你的孩子呢 他两个就跟我刚刚提到的一样 他前面我们先知道他远世胜多少 选择学校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个有风险 很小的时候 对 很小的时候 就刚刚讲四五岁的时候 就选那种 科医压力比较那么大的学校 然后也鼓励他们运动 压力不是很大的学校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们运动也比较多 比我当年要多很多 OK 然后接下来有点度数了 我们就开始点药 大概点到五六年级 他度数也到一定的程度 快要戴眼镜了 就换成塑形镜 就换成塑形 对 所以他是一个阶段 那如果按照这个阶段去发展 把他每年的度数都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他的度数像我刚刚提到 他们现在两位两三百度 就比我厉害 也比我太厉害 所以他不知道在塑形的白天就不要戴眼镜 对 到现在还是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他这种可抛的还是 他晚上的那个就是要洗 自己洗自己处理 所以处理都很好 应该还可以吧 教职有方 好 我们就像码回来 大家好 我是万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iPlus 爱家眼视光医院医学的技术长 我们的梁志凯 谈的很重要的问题 儿童这个势力 尤其儿童近视 儿童近视其实很严重 到高中有很多 比例上都是十个里面有八个 五个里面有四个 那这个国中的话七十几percent 小学几乎一半 对 你做眼科医生多少年 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看这个变化 也是触目惊心 因为环境在变 就像我们从BB Code变成智慧型手机 所以环境的压力不断的在增加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 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好的是说 如果我们去看近视率是不够好的 可是如果我们看我们在治疗患者 他们变成高近视的比率有降低 表示说患者跟我们配合 还是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那要去看 对 不看还是没辙 对 或者看的方向不正确的话 也是没辙 对 就配个眼睛好了 配个眼睛好了 就这样子 这是比较对麻烦的 不过眼睛真的很重要 所以现在也稍此话孩子不多 若真生孩子 我觉得眼睛要好好保护 因为真的是 比以前的环境是差很多了 对 压力大 压力大 然后使用眼睛的频率 各方面来讲 也多太多了 变成一个真的现代文明兵 算 他就算 你看不看那个sci-fi 科技小说 科技电影 科技电视剧 很多三题 类似 有 那你觉得以后人类的眼睛 这样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真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有道理 就变得眼睛很大颗那样子 是有道理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百分之 那我们从小到大就小眼睛了 90%的资讯从眼睛来的 我们人类 眼睛会小眼睛 如果按照那个方向发展 有可能 因为我们需要接收资讯 资讯最重要事实上就眼睛 在座都属于小眼 你表达 我们可以想办法开大一点 真的会越来越来越 人是因为环境而改变 对不对 你看他近视的发展 其实就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近视就是适应环境 对 就是看东西越来越近了 对 没错 不需要看远方有没有野兽跑来 对 看那个距离多远 对 攻击多远 要不要跑 对 所以你这样想 那时间再够长 那他有可能就会往那方向发展 是有可能的 那是真是OK 不以现在台湾的环境来讲 孩子的这个近视比例这么高 对不对 你觉得父母现在 有没有重视 大部分的父母 有没有重视 开始重视到眼科讲的问题 我觉得 有些尝试 对 我其实门诊 像有些这么看小朋友的门诊 年轻父母非常多 他们蛮重视 现在眼睛牙齿 他们都重视 开始了 对 比较 有概念 有开始有概念 对 这是好现象 他们就说他们也愿意配合 配合度 其实如果你解释的够仔细 他们了解那整个过程 他们配合度就蛮高的 那学校呢 学校比如说 你刚刚讲了说 户外活动其实非常重要 对 可是升学压力 或者可能压力 或者父母要求 有时候学校的户外的课程 变得少了 对 可是户外活动 真的是对眼睛有很大的帮助 对 这个就有点矛盾 就是说像比如有些学校 鼓励孩子大量阅读 我讲个概念 这个大量阅读 其实不是不好 是很好的 可是事实上应该看年纪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眼睛的发展 它事实上 那个上天就帮我们规划好了 也就是年纪小的时候 你度数如果出现 它每年加100 但是你升上国高中之后 每年的度数 它自动会减速到50度 慢慢就升25度 所以事实上随着年纪 你念越多 眼睛是没问题的 可是你如果小时候 就塞很多东西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 这个蛮重要 小时候还是让它自然一点 然后多活动 书必要多太多 你让它有一个念书的兴趣就行 但你不能让它都在念书 或者是都做近距离的活动 最对眼睛最伤害 最帮助都在这段时间 没错 所以这个概念大部分人没有 所以我们必须在门诊 要建立这个概念 对啊 就是小时候对啊 小时候就是让它 就很多人会 小时候鼓励一下 培养他们读书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啊 对 结果亚苗叫亚苗助长嘛 对反而 有点类似 就是说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你要去眼科医院诊所 去看一下你眼睛的原室储备 如果你真的很多 你想念多一点是可以的 如果你今天念的很少 我们讲说 你那个银行存款已经很少了 你就要少用 对 去检查眼睛 你有没有到跟教育单位合作 常去学校做点演讲啊 很多很多 从以前就一直在讲 对 就讲这个概念 对 以前就很有兴趣 所以这讲蛮多的 所以你孩子现在 带这种所谓的OK境 是维持的很好的 目前都没有太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 他们愿意带 还有就是他们运动真的很多 这个我还是不断的强调 从我的个人经验 就是看所有的患者 跟我们家小孩的 本身的表现上来说 其实运动 户外活动 对他们的稳定度 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父母跟学校都很重要 你看你会选这个压力 比较小的学校 是都那种森林小学吗 不是 不是 半森林小学 就是说他不是很注重功课的 但是也有代价 就是他功课也不一定那么好 不像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对对 我其实就这样看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 其实压力不需要这么大 有兴趣 能坚持 才能够成功 我如果活在现在 我就一定自学 我就不上学了 OK 那以我的个性来讲 自学之后 就果然什么都不学了 就完蛋了 就废物一课 不会不会 应该是自己会学 有兴趣的了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时代在改变 真的人活在这个时代 就跟我们做传播一样 多学习多跟专家请教 是对对 虽然孩都长大 还有孙子 对当然 感恩生孙子 不知道穿到哪里去 好 OK 谢谢良师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我中哥 好谢谢 谢谢